这个有着胡须的欧洲冠军 首次跟随团队来华作战 赛前就口出狂言 认为中国功夫根本上不了台面 企图夺走本次比赛的金腰带 简直是吃心妄想 来自于瑞典名叫瑞奇 出场时就极度狂妄 在瑞典有着不小的名气 还保持着四连胜的战绩 也是丝毫没有将我国选手放在心上 中方派出抗日名将张美轩 绰号窜山豹 是我国小级别的佼佼者 斩获了KLJ世界冠军 擂台打法威猛炫酷 腿法更是花里胡哨 尤其面对日本选手 总能爆发出200%的战斗力 没有一个能坚持到回合结束 这次在家乡作战 张美轩自信心也是大增 面对瑞典选手的嚣张气焰 张美轩势必要挤于上一刻 知道什么叫人间险恶 挑战者就是瑞奇 大战即将打下 比赛开始后 张美轩就刺拳出击 对手后撤躲闪 压上去直接侧踹击面 瑞奇也是猝不及防 调整过后使出扫踢反击 结果被截住摆拳迎击 将其成功打退 在一波换拳过程中 瑞奇趁机下前抱单腿 但张美轩早有防备 用手臂夹住对方脑袋 紧接着双脚搭扣 瑞奇脸部有点红喘不上气 直接重重的摔倒在地 张美轩已经形成断头台 这时瑞奇在挣扎了几秒后 直接休克进入梦乡 裁判上前八拿手 剑齐无反应 立马终止了比赛 张美轩秒杀 瑞奇 非常短的时间 休坍 张美轩用断头台降服对手 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这一战 张美轩在家乡捍卫了冠军 更用拳头给老外狠狠地上了一课 中国名将张美轩好样的 为我中华血性男儿点赞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精彩格斗